让我们关注一下本地新闻动态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亲情中华文艺晚会将于10月16日晚上7点 在圣盖伯大剧院隆重登场 10月4日承办方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召开记者会 就此演出活动做了详细说明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文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郭颂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理事长熊文胜 监事长余泽伟 常务理事长黄敬 常务监事长曾小梅等会员干部 近30人参加了当天的记者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会长邵文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主席郭颂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理事长熊文胜 监事长余泽伟 常务理事长黄敬 常务监事长曾小梅等会员干部 近30人参加了当天的记者会 今年的亲情中华文艺晚会 由中华全国华侨联合会 中国侨联主办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成办 美国南加州华人社团联合会 世界粤简聊华人社团联合会 美国南加州华人联合总会成员社团和企业协办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大家共同努力 旨在为洛杉矶的侨胞朋友们献上一场精彩的演出 新京中华是中国侨联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 从2008年开始 中国侨联已经派到80多个国家 200多个城市演出了千余场的节目 给海外的华人带来了精神和文化上的盛宴 那今年恰好冯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中美建交40周年之际 所以这个意义是尤为的重大 因为他们的到来 就是给海外的华人带来了丰富的文化演出 因为他们来的这些演员 聚不同的演出团体 都是在国内最顶尖的演出的团体 所以我们海外的华人非常的有福 能够欣赏到这样的演出盛宴 为进一步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 加强对海外侨胞与侨社的服务和联系 中国侨联开展了亲情中华主题活动 定期开展海外慰问演出 组织侨胞青少年到国内寻根问祖 在侨胞聚集区开展相关主题展览展示的活动 中国侨联亲情中华慰问演出 于2008年正式启动 到目前为止 已在80个国家200多个城市演出了千余场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 亲情中华艺术团特别来到洛杉矶 将为海外侨胞们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 表达来自祖国的温暖和关爱 我们广大的成员社团都非常激动 因为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国庆期间 那么亲情中华来到洛杉矶体现了祖国的魏桥部门 对广大的海外侨胞 尤其是洛杉矶的广大侨胞的热情的关怀 我们广大的所有的社团的各位领导都侨首以待 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好 那么这次活动能几大社团联合举办 也体现了新桥的协同合作 南加州桥团的和谐气象 据悉亲情中华文艺晚会将于10月16日晚上7点 在圣盖伯大剧院隆重登场 城市电视台记者洛杉矶采访报道